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执心的概念 那执心的最主要的精神 是执心的运动 可以用来代表整体 执心的运动 可代表整体系统的运动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有1和2两个东西 一开始是粘在一起的 那被往上丢 丢到空中 丢到空中以后爆开 爆开的时候呢 是有两个例 一个 如果1号物体 把2号物体往右推 那2号物体就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对1号物体往左推 这个是作用和反作用 这两个力量方向是相反的 大小是相同的 那在整个过程中 整个过程中有受到的力是重力 1号物体有受到重力 2号物体也有受到重力 然后呢 在它爆掉之前 以及之后 其实也都有受到重力 我们这里画一下 W1和W2代表的是 这两个物体受到的重力 那爆掉了以后呢 也都还在空中 也都还在地球上 所以都还是有受到重力 那么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 我们能不能把 把这一个运动直接把它看成一个点 用其中一个 用一个点来代表整体 用一个点来代表整体的运动 就像我们在课堂上丢的板子那样 板子上面有画一个红色的点 那个点可以用来代表整体的运动 所以我们底下这张图呢 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运动呢 是所谓的个别的运动 那我们今天把它视为一体 视为一个点 那视为一个点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所有的力量 都看成是作用在这点上 所以就会变成 我们可以开始劣势了 先把这些上下两张图 先稍微把对照都画好 好 那我们如果是个别的受力的话呢 它会是我们看一号 一号的物体 二号物体 一号物体受的力则是有 W1 还有 二对一的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只看这个一号 我们现在看的是在爆炸的时候 瞬间那个互相推 推挤的时候 那这时候一号物体有受到重力 W1 以及二号推一号的力 那二号物体有受到重力 W2 以及一号物体推二号的力 然后我们把这些力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到同一个点上 视为一点的受力 左边这里是个别的受力 视为一点之后的受力 则是把全部的力都加在这个点上 所以这个点受到的重量是W2 W1加起来 那他受到的 他也有同时有 一号对二号的力 以及二号对一号的力 不过你可以发现的是 在视为一点这样的观点之下呢 这两个力是好像作用在同一点 那其实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 所以个别的受力加总以后 会跟视为一点的受力 应该是要一样 毕竟我们只是把它观点 转换一下 我们并没有对这个 两个物体再另外施什么力啊 所以 这等号当然会是成立的 只不过 在视为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的F2对1 二号推一号的力 以及一号推二号的力 会小掉 这样子 好那视为一点的受力 个别的受力 一号的 一号的力 这个其实就是 一号物体的合力 W1和2对1 然后二号物体受的力 就是二号物体受的合力 W2加1对2 那一号物体受的合力 其实就会等于M1乘上一号物体的加速度 二号物体受的力 二号物体受的力 就会等于M2乘上二号物体的加速度 M1和M2分别是一号和二号的质量 然后结果呢 重点是在后面 四为一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全部的质量 然后去乘上某个加速度 这个某个加速度 并不是一号的 也不是二号的 而是这一点的 这一点的加速度 箭头所指的这点 那这点有所有的质量 那这点我们就叫它 直心加速度 代表的就是 整体 用这一点的加速度 来代表整体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这样就达到了 直心的加速度 用这一个点的加速度 我们可以把整体来简化 简化成好像四为一点的运动 所以这样子我们把 总值量除过来 就会变成 M1乘上A1 加上M2乘上A2 去除上M1加M2 这就是直心加速度的公式 总共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直心的运动 可以用来代表 整体的运动 那么既然有了速度以后 我们就可以 既然有了加速度以后 我们就可以有速度 那有速度就可以有位移 就可以有位置 所以像这样子 我们把加速度的定义 回顾一下 加速度就是速度的变化 对时间做平均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 直心加速度呢 改一下 变成 这样子好了 变成是 速度的变化 对时间平均 那这个速度是 所谓的直心速度 那这里的话也一样 把A1写成 ΔV1除上ΔT 那分母一样没有变 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时间是一样的 一号物体的受力 二号物体的受力 他们受力的时间是一样 或者你也可以说 等号左边等号右边的分母 都有时间 那所以就可以把它去掉 都约掉 然后分子的这个 叫速度的变化量 那也其实是 跟时间有关嘛 就是在 时间一开始跟时间后 的变化 那既然我们把时间约掉了 上面的这个变化量 应该也可以 不要理它 就直接把它看成是 起始状态 或是最后的状态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写出 直心速度 就会是N1乘上V1 加上N2乘上V2 再去除上 N1加N2 这样子 所以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我们如果在 利用速度的 和位移的 关系 就可以把它变成 找到直心的位置 所以直心的位置就可以写成 N1 X1 加N2 X2 再去除上总值量 N1加N2 所以这就是直心的公式 那它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用一个点 来代表整体 那这点 它的加速度就可以看成是整体的加速度 这样子 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 这是X 我们这个是只有X方向 如果我们把Y方向加进来就可以变成 YC等于N1 Y1加N2 Y2 再去除上 总值量 这样子 那其实 如果你还要再考虑 把它们两个合并的话 其实可以写为R R就是包含了X和Y 好 那最后再提醒一点则是 我们其实刚刚举的例子是只有两个物体 但事实上可以推广到N个 就像我们重心的介绍一样 我们可以 把两个的情况推广到N个 那就是N1A1加N2A2加N3A3加... 那底下呢 底下就除上总值量 那总值呢 执行的精神就是用一个点 来代表整体 那 怎么用一个点来代表整体呢 就是把这一个系统 遇到的所有的力量 全部视为加在那一点上 那加在那一点上的话 那一点的加速度 就会是总值 那一点的受力 合力 就会是总值量 去乘上某个加速度 而这某个加速度 就是 可以代表整体 但不代表说 系统面每一点加速度都一样 只是我们用这一个加速度 执行加速度 是最适合 最适合代表整体的 那为什么最适合 那就是要回顾 我们在课堂上表演的 丢一个木板 只有在执行的地方 它的运动是最简单的